就是《菊花台》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对这首诗诗不是很熟悉 但自从我们的周杰伦把它补成曲了以后 这首歌非常好听 作词是方文山 是用诵词来把菊花台补出来之后 各位都知道我们冬天都是以梅花来代表 冬天的花园非常强韧 但是在梅花之后大概就是菊花 因为她也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能够经历很多的 在这个年代来讲 当然是有很多的困惑啊等等 所以《菊花》看起来是相当不接的 那么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下面一个首歌带来的《菊花台》 《菊花台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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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